巴黎的风景 巴黎是法国最著名的城市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以下是巴黎的一些著名景点 1. 埃菲尔铁塔 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标志性建筑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也是法国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2. 卢浮宫 卢浮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之一 收藏了世界各地的珍稀艺术品 包括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和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 3. 圣母院大教堂 圣母院大教堂是一座哥特式建筑 是巴黎最著名的教堂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教堂之一 4. 巴黎圣母院岛 巴黎圣母院岛是巴黎历史上最重要的岛屿之一 周围环绕着著名的景点 包括圣母院大教堂和圣路易岛 5. 望多姆广场 望多姆广场是巴黎最著名的广场之一 周围环绕着许多著名的建筑和景点 包括巴黎歌剧院 拉法耶雕像和商业中心 6. 凯旋门 凯旋门是一座纪念性建筑 是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建筑之一 7. 塞纳河 塞纳河是巴黎的主要河流之一 流经城市的许多重要景点和建筑 包括埃菲尔铁塔和卢浦宫 8. 长江大道 长江大道是巴黎最著名的大道之一 连接着凯旋门和协和广场 沿途经过许多著名的景点和建筑 9. 蒙玛特山 蒙玛特山是巴黎最高的山丘之一 上面有盛兴教堂和壁画广场等著名景点 还有许多艺术家工作室和画廊 是巴黎的艺术区之一 10. 巴黎迪士尼乐园 巴黎迪士尼乐园是迪士尼主题乐园的法国分支 包括两个主题公园、酒店和购物中心 是一个适合全家人的旅游景点 11. 巴黎歌剧院 巴黎歌剧院是一座宏伟的歌剧院 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 有着壮丽的装饰和丰富的历史 12. 马德莱纳教堂 马德莱纳教堂是一座华丽的天主教堂 有着宏伟的圆顶和精美的雕塑 是巴黎最受欢迎的教堂之一 13. 巴黎的小巷和咖啡馆 巴黎有着许多古老的小巷和咖啡馆 可以让你感受到浪漫的氛围和巴黎的文化历史 14. 卢浮宫 卢浮宫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之一 拥有无数名座 例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是巴黎壁区的景点之一 15. 塞纳河 巴黎市中心穿过的塞纳河是巴黎的象征之一 有许多著名的桥梁和河岸 可以在上面散步 游船或是欣赏夜景 16. 翠尔蒙特酒店 翠尔蒙特酒店是一座豪华的酒店 位于塞纳河畔 是一个享有盛名的旅游目的地 著名的建筑和优美的花园吸引了无数游客 17. 巴黎公墓 巴黎有许多著名的公墓 例如拉雪兹神父公墓或蒙帕纳斯公墓等 是探索巴黎历史和文化的好地方 18. 巴士底广场 巴士底广场是巴黎的商业中心 有着著名的劳伦斯教堂和奢华的酒店和商店 总之 巴黎是一个充满文化 艺术和历史的城市 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学习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各种有趣的事情做